臺灣今年上半年十大熱門景點出爐 榜首是臺南安平 一到六月觀光總人次突破千萬人 不過觀察去年跟今年的榜單 會發現去年十大只剩下北港朝天宮 以及武德宮還在 臺中去年上榜的逢甲夜市 還有一中商圈 不但調出了榜外 人潮還呈現衰退 老街人潮落意不絕 不少民眾趁中秋假期外出旅遊 受惠於今年臺灣燈會 臺南安平古堡及老街周邊 一到六月觀光總人次過千萬 成為上半年十大熱門景點榜首 臺南就是一個非常美食的 美食的地方 然後也很多玩樂小吃 會讓我們大小朋友都非常喜歡 你真的假的老街人就不欠 十大景點除了安平小鎮 鹿港老街 文化路夜市 中立老街西沿岸步道 及嘉義快逸生活村 都是今年新列路統計的景點 去年十大只剩北港朝天宮 跟武德宮還在榜上 名單可說是大洗牌 高雄伯二跟愛河因黃色小鴨等活動 加持進榜 臺北101則因今年改以 人潮技術器統計而上榜 縱觀去年十大 不僅有八名落榜 其中國父紀念館因去年有燈會 導致今年跟去年同期落差大 而臺中逢甲夜市及一中商圈 不僅落榜 人潮也少了大約百分之一到六 一中商圈 平均每個月的這個萊克數大概八十萬人次 那依據以往的經驗在 學者分析熱門景點洗牌景代表旅遊趨勢改變 今年上半年董觀光人次仍比去年同期增加 面對商圈落榜 台中市府也準備發放第二波物條券 希望帶動商圈經濟發展 記者陳華與陳顯坤綜合報導 下集合到 谢谢大家